精彩内容继续 方千玲自言自语地说道 难怪她能弄到伤疤 难怪我的锁红绳对她不起作用 徐小碧握着方千玲的手 关切地问道 千玲,你怎么了? 什么不起作用? 这鬼使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下方千玲才回过神来 一脸严肃地对我们说 鬼使不是一只鬼 鬼使是一个职位 阴间和阳间一样 有着一个和阳间政府类似的机构管理着 叫做明电 其中有一个机构专门负责阳间鬼魂的事情 叫做阴思 例如我们熟知的黑白无常就是阴思的 只不过他们的职务是鬼差 他们只能算是阴思中的中层人员 而鬼使却是阴思的高层人员 阴思 这个词 我在老板口中也听到过 他说那只被杀死的女鬼是阴思女鬼 原来阴思是阴间的一个部门 那要杀外卖员到底是阴思的目的 还是鬼使的目的 刚才方建林说他的锁红神对他没用 他说的这个他应该指的是黑衣鬼 莫非黑衣鬼就是鬼使 对了 老板当时说我朋友和鬼使交手了 这么说老板也认为黑衣鬼是鬼使 我盲问道 千玲 上次打伤你的黑衣鬼就是鬼使吗 方建林点了点头 那天我的福和锁红神 对那黑衣鬼都起不到作用 当时我就很纳闷 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 明殿每一个部门的高层 都已经不算是鬼的范畴了 他们可以称为半仙了 寻常的捉鬼倒数根本伤害不到他们 那黑衣鬼肯定就是鬼使 黑衣鬼就是鬼使 当时他明明可以杀我 却没有动手 也就是说鬼使并不想杀我 那么要杀我的就是阴思了 想到这儿 我浑身一颤 要杀外卖员的居然是阴间的一个政府部门 餐厅老板到底在干什么 为什么会招惹到阴思 为什么阴思不直接对付餐厅老板 却要对付送外卖的外卖员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阴谋 越想越是陷入到了无尽的疑问中 我面对的阴谋果然完全不是我能想象到的 危机感再次笼罩了下来 徐晓碧似乎也分析到了这一层 他说道 要是这样的话 那他岂不是更加的危险了 方千玲点了点头 现在恐怕不光是他了 我间接地害死了阴思的一只女鬼 阴思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次的事情恐怕是我外公复活都摆平不了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方千玲说这么悲观的话 上次被黑衣鬼打成脑震荡 他都没有怕过 看来阴思真的很恐怖 我心里的愧疚感又上来了 如果不是我 方千玲也不会得罪阴思 他也不用经历这种恐惧 也不至于面临危险 不过徐小碧没有出过面 他一直只是帮着分析而已 阴思应该不至于找他的麻烦 我立马说道 千玲 小碧没有和阴思的鬼接触过 他应该是安全的吧 对啊 方千玲看着徐小碧说道 我和江雨接下来恐怕要面临阴思的抱负 但小碧你没有招着阴思 只要你离我们远远的 他们应该不会伤害你的 我心里的愧疚感减轻了一些 同时有了一丝庆幸 只要徐小碧今后离我们远一点 他就会是安全的 徐小碧突然睁开方千玲的手 脸色阴晴不定 慢慢地 眼眶有些发红了 身影中带着坚定 不 我不答应 之前说好我们三个人一起面对的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只顾自己一个人责 我连忙说道 小碧 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 你要为你自己的安全着想 徐小碧突然瞪着我 然后大声说道 你别说话 我不喜欢听你说话 也不用你来管我 我完全愣住了 望着徐小碧那张因为怒火而胀得微红的脸蛋 我心里有些刺痛 看来我是真的伤害到他了 不管他怎么恨我 我都不能让他参与进来了 可我刚想继续说话 方千玲却拦住了我 他朝我摇摇头 示意我住嘴 房间里的气氛 有些尴尬 各自都憋着一股气 板着脸 沉默了两久之后 方千玲叫徐小碧 一起去做饭 看着两人出去的背影 我心里突然有一种落寞 之前想让他们远离这件事 可最后还是又都回来了 天渐渐黑了下来 三菜一汤 大家只是默默地吃着饭 谁都没有说话 尴尬的气氛 直到我要出去上班时才打破 徐小碧叫住了正要出去的我 他说道 不管会有多危险 我都要和你们在一起 别再逼我走 听着他的话 我鼻子竟然有些酸了 站在门口愣了两秒 我才点点头 嗡了一声 然后直接出去了 一路上我心情都非常的复杂 难道这就是我们三个人 注定了的命运 不管做任何努力 一切都会回到命运的轨迹上 我刚到餐厅 老板就把我叫到了一边坐下 然后递给我一个信封 他说道 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 总共八千块钱 多出来的两千 是给你的奖金 一个月就这样 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看着鼓鼓囊囊的信封 我也不客气 直接收了起来 别说八千了 就是他给我一万 我也照收不误 那都是我应该得的 我把信封塞进口袋里 一声不吭 转身就要去传菜间 可老板却叫住我 江宇 最近你得小心一点 他们可能又要对你下手了 我心里暗骂 昨天伤疤就对我下手了 要不是方千玲 及时出手 我搞不好 已经发烧 死在家里了 等你来提醒 估计 我尸体都冷了 真是猫哭耗子 假慈悲 想着 我心里就来气 明明所有的事情 都是针对他 死的却是我们这些送外卖的 我只是略微停顿了一下 就直接往传菜间去了 根本就不想 跟他有过多的交流 今天的外卖 依然很顺利地就送完了 但我心里却一直是忐忑的 那个心结 我依旧没有解开 为了转移注意力 我开始想着 这笔工资 应该怎么花 现在当务之急 是换一个手机 然后把房租交了 留下一千块钱 当生活费 剩下的 给奶奶汇过去 正想着明天 要怎么去花这些钱 后背却突然发热 这段时间 我都快忘了 后背有福的事情 上次 酸民大爷说 这福不是巨洋福 之前也一直没有发烫过 这会儿 怎么突然发烫了 就在我疑惑的时候 前面的路面 突然塌了一大片 我连人带车都栽了进去 眼前顿时一片漆黑 我想要掏手机出来照明 却发现口袋里的手机不见了 电动车也不在身边 我朝上望去 也是一片漆黑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掉进了路坑里吗 怎么会进入到一个 完全黑暗的空间里 刚刚后背突然的发热 难道 我掉进了阴死鬼魂 给我设的陷阱 糟糕了 原本我以为 伤疤就是 算命大爷说的 我将要遇到的大灾 看来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算命大爷说的时候 表情那么恐惧 想来也不会是那么容易度过的灾难 那会不会是这一次 我摸索了好一会儿 才看到前方有一丝光亮 我快步跑了过去 发现那是一扇只开了一条缝隙的门 门外有着很强的光 这里怎么会有一道门 不管了 亮着总比按着好 我一把推开门 跑了出去 强烈的白光 让我睁不开眼睛 过了不一会儿 才适应了门外的强光 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眼前是一条充满泥土气息的路 两旁是一栋栋老房子 房前是篱把围成的院子 明媚的阳光照射在院子里 一派祥和 这个场景怎么那么熟悉 我好像来过这里 可怎么都想不起来 一个人扛着锄头 从路的另一头走了过来 越来越近 他脸上的轮廓逐渐清晰 我一下就愣住了 天哪 那人居然是已经死了快十年的 风骨爷爷 mera 雷 你 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